今天咱们聊一个那个 最近啊比较火的一个话题 什么呀 辐射 其实之前我做的那个视频里边 都是营养类的嘛 其实我一直想做这个辐射类的科普 就不是所有的辐射都对人有伤害 这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感觉现在周围 我这好多人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对对对 咱先从头讲 从头讲 首先咱们知道辐射分好几种 你看现在这个灯了没有 就咱现在用那个灯 可见光就是辐射 这也没多少辐射量 可见光它就是辐射 明白吧 可见光就是一种 就是电磁波往外泄露的这种状态 这种方法 然后被人的这个摄放膜捕捉到了这种电磁波的这个波动 然后就形成了光 形成了这个视觉 应该说不叫形成光 形成了视觉 所以说可见光就是辐射 这玩意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那个 你见过那叫什么 热辐射知道是什么吗 炼钢厂里边出那个大铁块 红的 烧红的铁块 大铁块 你远远的会感觉到你脸上有热 那个就是红外线辐射 就是热辐射 热辐射会怎么样 会给你加热 就是觉得难受呗 不是 他比如说那个 呃 医院会用的那个烤垫的那个设备 烤灯 对对对对 之前有保健品类的东西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品谱仪 牌子我就不说了啊 什么什么品谱仪 那玩意不是加快愈合 什么的什么啊 两个字 然后品谱仪 其实就是烤 就是加热 它就是用电辐射的 对 热辐射最 常见的一个设备 哦 就是小太阳 小太阳 就是小太阳 取暖用 对对对 就是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 就是热辐射 热量有三大 三大传播嘛 三种传播服务情 一种叫传导 一种叫对流 一种叫辐射 嗯 你有印象吗 这中学人学的那个物理 没印象 最初的 最初的学热量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 这个热量传导的三种方式 我都还给老师了 对对 我不记得了 你摸那个盘子 会感觉特别热 这个叫传导 嗯哼 然后呢 你看那个 铁块或者小太阳 给你的那个热量 这个叫热辐射 嗯 对流就是你开窗通风 把屋里的温度降下来 就叫对流 就这三种 是热量传递的方式 其中有一种叫热辐射 嗯 对那个就是辐射 小太阳就辐射 小太阳对人又没伤害 对 因为它是那种 呃 长波段的 低频辐射 就是热辐射 嗯 电磁波的波段越长 就是这个波形啊 一个波这么一米波长 它呢 就可能就是 它就是从 呃 磁场变成电场的 那个距离 嗯 这个太复杂了 不说了 没法理解 太复杂了 过于抽象 过于抽象 好 呃 也就是说 你记得有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一个孕妇 然后他刚怀孕 就要求邻居 把所有的WiFi 停掉那个事 有印象吗 对这个是个笑话 没印象 他说他们家 他刚怀孕 为了他还怀孕健康 让邻居家 把WiFi都给关了 都不要用手机 不是有病吗 啊 是的 然后这些邻居 就为了反击他 就把这个WiFi的名字 都写成 祝他流产什么的 啊 啊 虽然这时候 这时候虽然他也有可恨吧 但是 他不止可恨 还可笑 对吧 没文化 真可怕 因为手机 WiFi 还隔了墙的 WiFi信号 比太阳的辐射差远 嗯 太阳的辐射 基本上是 太阳的辐射 就是核聚变 聚变 聚变的辐射 它不是 它还不是像那个 原子弹那种 裂变辐射 它不是 一个由 一个由 原子变成两个 其他 对对对 裂变 那个质量衰减 它是由 轻 撞成 撞成一个 呃 有几个氢原子 碰撞成一个 氦原子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减 它会损失质量 释放能量 所以他 应该就是不停地 出这个 就是最近常见的 这个穿和刀 穿和刀 嗯 氢的 是矿物 氢的原子式是 一 对吧 质子是一 原中子也是一 这样它形成它的原子 所以外边一个电子 对吧 嗯 你要说这么 说说说说 我好久没有说这种东西 太爽了 我物理化学 我 我看观众听不懂 物理化学 哎 中学的声都能听得懂 氢是一个 一个质子 一个中子 外边一个电子飞 对吧 嗯 刀呢 就是一个气子头 一个瓶一束 两个 底下是 一个气子头 底下两条片 叫刀 是指一个质子 两个中子 一个电子 嗯 穿呢 就是气子头 下有三个数 叫穿 叫偏 为了区别这个东西吧 其实它专门有写了 一个青 青衣 专门起了一个名字 叫偏 偏 气子头一个瓶 底下就是一块 气子头底下 一块 两块 三块 对对对 分别代表了氢的 一二三个中子的 同位素 嗯 首先我得告诉你 同位素这个概念 就是 碳 碳应该是12个 12个质子 碳是12个质子 一般来讲 它也是12个中子 然后形成了 24个分子量的 一个碳元素 但是 碳有一种东西 叫碳14 碳14呢 他们经常会用来测 这个 地质年代 比如说这个层里 埋了点骨头 然后你取一下 看它碳14的含量 能测到它是 哪个年代 它是哪个年代的 它那个用什么 就是因为碳14的衰变量 就当时这个生物活着的时候 它的碳14是保持 大概一个不变的 因为它平时也在吸出 然后它的那个身体体内里的碳14 也在衰变 变成碳12 然后也就 只要它一死就不再有吸收了 它就会变成 持续的就是由碳14的衰变 你只需要测 它碳14的这个量和 和那个其他现在活着生物的碳14的量的一个差 就知道这个碳14的这个衰变持续了多久 你就知道它是哪个年代的 它是哪年死的 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恐龙 说是 比如说这个恐龙 它能说的公元前127 公元前16872年零两个月 嗯 我是虽然说开玩笑 但基本上它能测到五年左右 就是能计算 它是能计算 它基本上准确率能非常精确 甚至十年 这十年之间这个恐龙死的 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时间越卷 时间越远 测得越不准 这是碳14 碳14本身是有一定微量辐射的 它只有辐射它才能衰变 对 它的衰变相当于就是 把这个中子飞出去了 它就变成碳12了 你这种扯有点短 扯到恐龙去了 我说这个是为了说中位素这个概念 同位素这个概念 幼235、幼238、幼237都是幼的同位素 其中幼235是用来做这个核武器的 嗯 然后它会变成布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是做脏弹用的 做什么 脏弹 什么叫脏弹 脏弹就是核武器的一种 不是靠爆炸 它是靠污染 靠污染破坏对方的这个经济 但是不是 不是把你房子炸了 不是 因为核武器如果计算 核武器如果计算的精确的话 爆炸也顺利的话 它剩余的残留辐射可以控制到几乎没有 苏联研究出来原子弹以后 他们甚至用于工程开发 挖针工服务 哦 事实上它残留的那个核 就是残留的核辐射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它就全部用掉了 全部用于爆炸了 就全给它用了 这也太专业了 然后现在就说说说这同位素 所有的 前两天不是有说那个 有一个专家说这个 日本放排放的那个核飞水里边 有6000多种放射性元素吗 其实它这说的有一点点偏差 它不是6000多种元素 它是600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 的化合物 因为同位素也到不了6000多种 那是这些同位素都对人有伤害 对 只要是有像这种高 像这种核工业出来的 它大概率的不是碳14这种 它得有激烈的这种 叫什么 衰变 就是放出了大量的中子 主要是这个中子对人体有伤害 它像你看像那太阳的紫外线 紫外线对人体也有伤害 对 有些人会得皮肤癌 它现在目前呢 我觉得就是对 你说对 皮肤癌是紫外线直接打到这个皮肤 破坏了这个皮肤细胞 或者是真皮 一边是真皮 因为表皮是死的 真皮层细胞的这个DNA 然后有可能 有可能比如打坏了 有可能就吃掉 就被那个巨石细胞什么吃掉了 然后就变成新的 生成新的细胞 但是有些细胞 它不会被巨石细胞吃掉 它就会变成癌细胞 没有识别出来 对 然后它细胞会不停的划算 它就会没有那个停止的这个分裂 它就会变成瘤 因为它是皮肤细胞吧 皮肤就是咱们人体最大器官 它所有产生的 就是它不停分裂产生的癌细胞 也会带有皮肤细胞的这种特性 你比如脑瘤 脑细胞变 它会带有脑细胞的这种特性 比如说你这个瘤长子就像脑子 你皮肤的瘤长子就像皮肤 明白 你还有一些比如像什么 你听说过黑色素瘤吗 听说过 就是物子 物子超大一个 如果物子扩散了 它是流动性 它会经过血液走到到处都是 就有点像子宫内膜意味症 它也是 子宫内膜意味症也是 它子宫内膜会随着血液走变全身 那个就挺麻烦的 那个子宫内膜有点像 有一点点像 它到那长得 只要它随着血液飘就没事 咱们接着说回来 它就说就是这个东西 中子本身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然后他们在这个质子衰变的时候 不是原子衰变的时候 会产生的放射性的射线 这就不是中子书 是那个电磁波 高频电磁波 就是高频电磁波 能量很大的高频电磁波 它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穿透强力的 它必须要用这个含铅的东西把它挡住 因为铅可以阻挡这个东西 阻挡这个应该是阻挡中子书 和一定电磁波 电磁波几乎是无解 你只要你拿什么挡 它都会有微量出来 我们感觉你有车上 有点像有点像WiFi 有点像WiFi 就是不管你隔着多少墙 你确实还是能收到一个微弱信号 那就是电磁波 这两个东西都对人体有害 紫外线过强 紫外线本身是电磁波 它不是中子书 对吧 它不是中子书 所以这两种东西都对人体有伤害 它主要的伤害的作用 就是把这个DNA破坏掉 DNA破坏掉 把DNA破坏掉 然后你的蛋白质才按照这个破坏掉的DNA 去复制蛋白质的时候 这会就出现 是不是没有办法合成新的 它有可能就没办法合成新的 有可能就丧失了 就是合成细胞的这么一个功能 之前在1996年的时候 有出过一个事故 这个应该是中国首例的核辐射的受害者 他叫宋学文 他在吉林的一个炼钢厂上班 然后他在这个工厂的这个院里头捡到了一个像料石垫一样的金属的东西 他当天就不行了 当天就开始吐 他是当天把那个捡进来 揣裤兜里 对他腿截肢了 手截肢了 当天就人就不行了 然后确实是他们就是碳商仪 碳商仪里边掉出来的辐射源 什么叫碳商仪啊 就是拿那个成像器 然后这边碳商这边 这边给那个轨道 比如说是钢材或者是铁轨会见到这种碳商 打这个铁 因为抽生波当时没有什么好的抽生波设备 碳商呢就是看这个钢管啊 或者是铁轨之类的东西 里边是不是有那个铸造的缺陷 因为你表面看到摩托光的话你看不见 你只能用这种碳商的东西去看 那他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 掉下来了 你必须他是发射源 他必须得放在一个什么 铅还是什么金属的一个罩子里 他才能行呢 然后再用 然后把整个这盒放在那个设备里面 然后这个洞这里头 就相当于他核心的这个洞 掉出来了 掉出来了 被他捡住了 他当天下午 他们领导看他 就刚问他是不是 就是捡了一块东西 就完了 对 然后之前那个做 做原子弹的时候 不是他们 有一个人 奥本海默 对 奥本海默是后边 他前面 前面有一个两个天才型的人物 都是因为事故 导致了 接受受到了核辐射 致命的核辐射 他就把U235 拿在手里 然后不小心扣上了 扣上了 当这个原子弹的这个材料 达到一定质量的时候 就会发生 灵界 就会上激烈的辐射 他平时拿着手里是有的 但是不至于马上就死了 他帮当扣上 他不小心扣在那了 他这个两个东西 这一块质量就已经到了 他的灵界 超过他灵界值了 就开始发蓝光 就开始发出激烈辐射 就完了 这种激烈辐射会导致人体的所有细胞 失去再生能力 也就是说他的身体会 慢慢的溃烂掉 就是他只能 细胞只能死 生就没有复制能 没有新的 对就没有新的细胞了 那是不是几个小时就人就完了 他撑了几天吧 几天 撑了几天吧 就是什么 旁边还有一个保安 保安后来就死了 但是保安在外边 但是过了一些年 白血病死 也是受到了这个 你看 咱们北京有一个核物理研究所 他们跟307医院 专门搞白血病 和这个辐射病的 这么一个医院 是对口单位 他们经常去体检 那宋玄文不也是上的 肺炎器治疗吗 对 宋玄文也是去的肺炎器治疗 因为那是中国最好的 就是跟处理这些事经验的 一个医院 为什么咱们今天说这个事 就是因为 日本那辐射 这个排放这个核废水 这件事 然后呢 其实最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就是 大家纷纷买这个 盖隔技术器 就是测那核辐射的 那个东西 你在玩游戏 你辐射 玩过吧 这游戏 我知道 废土风格的 那里有盖隔技术器 它那个叫BB小子里 带个盖隔技术器 盖隔技术器的特点 是这个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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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那个噪音 哦 它这个盖隔技术器呢 它是 不会测 对人体无害的 这段波段 连紫外线都不测 它只测核辐射 就是非常 觉得你伤害大的 连紫外线 对人太阳其实没多少 太远了那距离 对对对 能对你有多少伤害 但事实上太阳的那光线 比比那个高压线 比这个手机 WiFi都要强太多 所以说刚才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得分是中午还是晚 还得分那个时间 日出日落时候的 这个辐射 主要是 它是偏红外线多的 但是紫外线也有 它是偏红外线 等到它上 太阳到中间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它紫外线会比 早上和晚上多很多 红外线对人体 有一定的好处 我打算之后 之后再单独来聊 这个确实 而且好的数非常大 好处是非常大的 但是紫外线会 人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但是也有用处 因为紫外线可以刺激 身体合成维生素D 红外线不能 所谓的多晒太阳 对身体有好处 是这么来的 然后维生素D能促进感情中 但是这是紫外线 你只晒早上和晚上的 那个衣服的 中午你还是得有点 还是得有一定 但是中午要太强也不好 对 然后就是说 说哪了 忘了 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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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技术器 对 改革技术器 大家纷纷买了改革技术器 我看了一下 那个我还没 我还 我准备 我甚至准备想买一个 或者是看看咱们小区 谁家买了 我想接来 肯定有多了 知道吧 现在神奇的情况出现了 大家买这 盖革技术器 也纷纷的测什么呢 测海鲜 结果发现 海鲜没测出来 多少数值 都是安全值以下 结果他们在家里 讨测 瓷砖 马桶 大理石 全部超标 比那个 海水无染的海鲜 数值要高很多 那这事就有意思 所有的这个 矿石 地理的矿石 都应该接受一下 这个检测 你看陶瓷 陶瓷他们现在 应该主要是用高领土 这种旅土矿 这种东西 去做它那个 泥 就它那个陶瓷的泥 叫做高领土 含铝的一种 高领土 雕塑好像他们也是 对对对 那都是从地理 挖出来的 地下的东西 都有一定矿 都有各种矿石 这种矿 有可能就含有一些 各种同位素 这种那个辐射性的同位素 有的矿含得高 有的矿含得低 所以 大理石 准确来讲 应该叫理石 理石 就是带有文理的食材 但正好咱们 咱们国家大理产 这个玩意儿 所以一般管它叫大理石 意大利产呢 也就管它叫大理石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通称了 应该叫理石 就带有文理的食材 不管是意大利产的 国内产的 这种天然石材 都有辐射 只不过高和低的问题 你在地上捡一块石头 它都有可能会带有很明亮的辐射的这个物质 因为同位素 放射性同位素是自然存在的 矿出来的这个土 这个意思 因为你就这种高领土这种东西 做马桶的 做洗手盆的 高领土用 它因为是 它是不是年性比较大的 你就认为它们做陶瓷用的土 就行了 管管那些都是咱们另外说 它们用这个东西肯定有它的原理 我没有研究过陶瓷 为什么用高领土这件事 它们现在确实常用 它们还会加别的东西 骨灰瓷确实会好一点 因为是动物骨灰 就没有地底下挖出来 矿物这种固质的辐射的问题 有 陶瓷上的那个鱼 它也是矿物岩 高温融化之后形成的鱼 它有可能也是有重金属 或者是 它也可能有中硬末或者辐射 这是有很有可能的 那岂不是青铜器也有辐射 青铜器得看它的纯度 因为铜和锡的合金 你得看它纯度 如果只有这两种物质 它几乎是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这个辐射的 因为铜和锡都是没有这个放射性铜位素的 你得看它的纯度 明白 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一块青铜器 里面嵌一个 嵌一个U235的饼 那它就有辐射 但是U235本身的矿 它就是不是那么集中 它是很散的 它甚至跟煤矿半生 朝鲜有一个右矿 在靠近北边边境的那个 U235 它旁边也是煤矿 朝鲜能发展核有即时 因为它有在原材料 明白 这我知道 对吧 咱国家也有这个原材料 有 但是好像没有 不是那么多 没有组织开采 而且还是跟煤矿半生了 这个2015年有报告和论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 可以查一下这个论文 就在俄罗斯包头一春那边 自己查 我不能多说 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咱们应该买一个 或者是借一个看看 我对咱家里边那个马桶也不太放心 那你买了 而且而且那种矿石装饰品 对 矿石装饰品特别多 水晶洞 尤其是什么写字楼 那一层全是大理石 不是不是 你说的是装饰用的石材 你说的是外建柱是吗 不是 比如说这一块好看的石 然后给你装的块放在家 见过吗 没有 这是一块化石 给你装的块 没放到你家里挂起来 那东西有没有可能还有辐射物 那不知道 之前我听过一个新闻 就是也不算新闻了 就是那种节目剧 栏目剧 栏目剧 中央电视台栏目 然后给你拍点东西 它也可能是根据试试 根据什么事改编的 就是一个女的天天掉头发 去医院看 什么病都没有 最后带着医生上家了 一看 她床头放了一块化石的摆镜 一侧超标 浮射 我觉得尤其是那种父母出去旅游 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纪念品 浴石吧 应该问题不大 绿松石 绿松石有可能 对吧 你还是得挨个挨个的去探测一下 而且这个东西吧 说白了万物都有辐射 钙戈基础器 探测的只是对人体有伤害的那一部分 没有伤害他就不想呗 对 你给钙戈基础器放太阳底下晒着他也不想 他那声音就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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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知道 就跟早音 玩过那个地铁那游戏吗 俄罗斯产的 出的那游戏 我看过人家玩 那个就有改革游戏 然后去那浮射高那人嘎嘎嘎嘎响 响了 我觉得玩那游戏压力太大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 我害怕 我不爱玩那种游戏 然后咱们下边我跟你说说 说那个改革游戏怎么看 怎么用 然后我们看平时看报道的时候都看到一些单位 一般来说用的是这个威西服 它的那个单位呢 叫写出来是USV-H 这个是一个时间 你在比如他参策出来 这儿是0.1 威西服没小时 它就代表着你在这儿站一个小时 你接受到的那个辐射量是1 是0.1 这个标准呢 最好呢 就是0.5威西服以下 0.5威西服刚才没小时 知道吧 最好是0.5 最好 它0.5以下应该是没什么事 最好呢 是没有 越低越好 但是一般来说 通常的这个室内的都是0.13威西服 对于这个威西服是要乘以时间的 是乘以时间的 也就是说你100个小时在咱们家里头 你收到的辐射量是10威西服 10 100个小时 收到的辐射量是10威西服 还不算那个吸收率 因为有些情况你穿的衣服不一样啊 比如你穿一个全身板甲铁的 你受到的辐射就少 你穿着布的就都一样了 然后呢 宋学文 受到的辐射量是 不是微西服 是几万西服 明白 就是好几百万倍 所以它就只能截止 所以它就只能截止 对 理论上你在平时能够遇得到的 在生活中遇得到的最大的放射源 就两个 一个叫碳伤仪 就是修路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就是铁路什么都会用到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医院里的X光 CT也是 但是CT它的用的那个辐射量 比X光要低的多 而且拍出来的片子要清晰 所以现在能拍CT就拍CT 别拍X光片 X光片看不清楚 X光片发现不了 这个一毫米以下的肥结结 你现在能 现在这个大量的人 能够看见自己的肥结结 是因为 是因为非新冠肺源 要求拍CT 对 CT能看得小的那个肥结结 肥结结是有病灶 所以年龄增加会增多 CT对人有 有 但是比那个X光要少 因为CT的时间短 你看那个辐射值的话 应该是乘以时间的 你受多少辐射量是需要乘以时间的 你懂吧 懂 因为你 你现在在那个核电厂旁边站一天 嗯 站一天 相当于做了好几万次CT 哦 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因为CT量是很少的 因为你说用CT这种东西去引起什么癌变的 不可能 几乎为零 对 不可能 几乎为零 而且就算有你也联系不上这件事 哎 之前还有那个傻子说那个睡觉啊 什么必须得把手机什么飞行模式 对对对对 什么必须得离多远多远才没辐射 对 那都是 之前好几年前有那种说法 而且什么买房家里旁边不能有高压线 啊 这样的人啊就应该给他发一个遥控器 然后呢 他哎 把那个把那个太阳给他关了 哈哈哈哈 给太阳关了 把太阳关了 他就没辐射了 那电高压线手机那辐射没有太阳光抢 对啊 对啊 还没有太阳光抢 你不想纠结纠结什么 他们的怀孕非得穿那个防辐射的衣服 大夏天呢 你说多 防辐射的 防辐射的衣服 防辐射的衣服没有事 没有什么用 咱就心理安慰 你说都是 父母给买了 你不穿行吗 不是有些人他是 我跟你说啊 他有些人他真信的玩意有用 你知道吗 现在很少见 之前的CRT显示器有一定的伤害 什么是CRT显示器 就是那个后边有一个大股包的那个显示器 电视 就老板的那个彩头电视 对对对 他那个是阴极管射线 他是有一定的辐射的 但是他的辐射也不是在 也跟合辐射差距太大了 知道吗 现在家里没人使那个玩意 早就逃出了 微波炉 对吧 对 还有人说微波炉运转的时候 不能站在微波炉前面 省得被辐射 这有这说法吗 微波炉是微波辐射 微波辐射是一种也是一种传织能量的东西 但是他你只要站在那个微波炉的外边就没事 然后就没事 这能对人有啥伤害 你把脑袋伸进里边它有伤害 你把手放里边是有伤害 放外边没有 他们都有那个 放不进去 光没有门 对 你看那个微波炉 它以前有那个微波炉的门 它都是有小小小眼啊 你知道吧 什么小点 微波炉原来的观察窗不是纯玻璃 它是有那个小的孔 它是孔 它是一片孔 然后就像你看通过沙窗看东西似的 哦 它是那样的 那个孔就是小于它那个微波的那波长 这样你就能挡住微波 哦 就是看那个 它叫做外场屏蔽嘛 没印象 叫内场屏蔽 我没印象 是个膜吗 是个微波炉壁上的膜吗 你可以理解为是 这个中学有一个那个实验 中学的物理有一个实验 叫做外场屏蔽或内场屏蔽 完了 我完全没印象 就是那个一个物线电发射器 放在桌子上 你在这边能接受到 给它信号 给它扣一个那个铁网网 你这边就说不到了 只要这个铁网的网组 兼具小于它的波长 你就说不到 它就给挡住了 嗯 嗯 行 那你物理还学挺好 我早就不记得这些了 物理化学生物 啊 很好 然后它非常好 化学忘了多一次 你应该搞研究 你不应该干这个 搞研究太无聊了 搞研究真太无聊了 搞研究哪有跟那个 哪有跟傻子对着骂好 有意思 对不对 我天天跟傻子对着骂 能 我就能掌握很多很多 我以前不掌握不了的东西 嗯 这就叫什么 你知道吗 吵架掌能耐 对对对 台杠学能耐 对 确实是这样 对 我自己就去学去了 然后为了把它弄倒 对 你总是为了炒鹰我 然后去学好多东西 我一直都是这样 不是为了炒鹰你 知道吧 像之前那个 像这回新闻里边 它会说那个 就是刚才你 改革技术性的单位的事 威西弗是一个单位 但是有的报道里会用的是GY GY是叫格瑞 它也一般呢 会用这个V格瑞 就是UGY-H 它跟威西弗的尽量杆 就是叫什么 换算的是1比1的 但是它不太一样 它是你吸收的量 懂吗 它是吸收的量 吸收量就有吸收率的问题 但是一般我们不用这么算 因为你测出来多少 你还怎么算吸收率 你就按威西弗就按S 用那个SV USV那个单位就行了 我打算从小区那找人借 看看那咱家马桶 那个投资有没有 还有整体环境超不超标 尽可能给它控制在 0.2威西弗每小时 我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 我查了一下 北京地区 热电厂 全部都是燃气热电厂 天然气 没啥辐射 它是不会有辐射矿泛生的 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其他人不一样 有的是煤矿 你想马桶挖出来的 从那个地里边挖出来的高领土 都有可能有这个辐射的问题 但事实上以前也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 你测它的合格不合格是也没有人去测 它是不是还有福射 对 它会不会特别超标 目前不知道 但毕竟 毕竟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没测 我还是放不了心 那你错了 那我去借一个 借一个 借完 然后还给人家吧 我也不买了 这种东西还有保质器呢 为什么有保质器 就没辣 自己得换心的 都是保质器 你总结一下 我总结什么 我总结 我觉得 我觉得盖隔技术应该买 买完你测试 你盘吧 碗 海鲜 我就觉得有些人 他就是下单心 就是 盘服射色变 他就害怕 那样就欠吧 对 弄个遥控器 把太阳关掉 把太阳溪漏 他们还觉得不行呢 就 就把他 就派个飞出来 把他们送到太阳上去 他们要闲热呢 就晚上去 怎么样 上太阳上住去 进太阳里了 笑死了 可能 可能吧 可能一下就飞升了 一下飞升了 行吧 这就聊到这 就聊到这 科普的全面吧 今天这个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 听懂了 听懂了 应该也没问题 辐射不可怕 尤其是电磁辐射 常见的日常电器辐射 手机 手机比太阳 比你灯号的辐射都小 不用担心手机的问题 还是应该多担心担心 你的陶瓷制品 大理石 和水晶洞这种装饰 还有那个 翡翠手串 绿松石手串 这种东西 这些纪念品 什么化石 对吧 天珠 天珠 天珠是花钢岩 它有可能有的 它是有可能的 这些玩意错了 就是台珠 我说是台珠 天珠是老玩意儿 基本上见不着 台珠 就是新的这种东西 台湾人产的 那个身上的天珠 你抬住 这些确实应该测 就这种石头残料的 一定要测 小心一点 一定要测 尤其还有什么 迎石 还是有些东西 它弄成手式的 你配戴在它身上 对 尤其是这种东西 对 配在身上 它是长时间辐射 你这个辐射量 辐射量后边可是乘以时间的 对 你只要戴上它就一直有辐射 对 还有床头摆着 什么画室摆件 最好都厕厕 对 别老盯着那海里 你去上海里厕厕去 就是不一定比你家 不一定比你家高 真的 尤其是铺满了食材的那个房间 大理师 就铺满全家 我天哪 我没见过有那样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跟了几个室内装修的 那个室内设计人的聊天 他们说他们老家有一些人 就很有钱 就家里铺满的食材 墙面上都是食材 大理师 理师 意大利进口的那种 因为有钱就要显摆 人家就家里就干装修的嘛 所以就想显摆这个东西 完事呢 装完之后 什么天天吊铜飞 我估计他们买的应该还不错 就是辐射小的那种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理师 都普遍采用瓷砖 仿制大理师 就是因为天然大理师 有辐射 但是你也买一个 盖隔技术 几好几百块钱 也没有必要吧 还有有效期就用几年就完了 对 不过我要觉得 要是新装修 买上房新装修的 买一个合适 你就上那个 上那个建材厂具体去测去 来这个瓦桶 没有辐射就买它了 贵一点都行 咱以前真是不懂这些 对呀 没人 我跟你说没人懂这些 我以前也没有想到 陶瓷这种东西 会有这个问题 我知道那个摆件 化石摆件 矿石的那个装饰 装饰的东西会有 我没想到 陶瓷陶土会有 我没想到 水泥里会不会 那个石子会不会有 免不难说吧 不知道 那你说吧 我都住这么多年了 没事 没事 说是吧 你测测 不放心你就测测 要不说 不完了吗 要不说 人的身体越来不好 谁 你身体越来越不好 全社会的平均的那个状态 越来越不好 跟这辐射有关系 是吧 买吧 哎呦别买 买结束话题吧 德哥 好吧好吧 那今天就收到这儿啊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